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保存的话 使用正常的子弹盒就可以保存 这些子弹就算过期 它们也不会爆炸的 这些盒子就算摔也很难摔爆 但是过期的子弹军队是不会长期保留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 军队就会集中销毁过期的子弹 以便可以回收子弹头和子弹壳 另外 这些过期的子弹如果不销毁 很可能会落入不法分子的手中 生活中 如果我们发现不知道来源的子弹 也不知道子弹的状态 我们应该报警让警察处理 今日军舞视频就到这里 前少军舞每日持续更新 敬请各位关注